从2002年就开始无条件帮助水里商工的台北北海福伦社 今年在水里商工的协助之下 扩大协助范围 除了每年都捐赠给学生的物资与奖助学金之外 更增加对新一乡、新乡社区 与西纳巴兰国小的相关物资捐助 水里商工特别举办了简单盛大的捐赠仪式 来感谢远从台北前来的北海福伦社园 台北北海福伦社园一来到水里商工就受到学生太苦表演热烈欢迎 包括园明合唱表演以及小朋友的淳朴演唱 这是水里商工与西纳巴兰国小学生对于北海福伦社园的真心感谢 谢谢北海福伦社帮助我让我能在课业上更专注 将来我有能力我也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对我们水里商工的孩子主要就是那个奖助学金的一个捐助 还有一些就学的一些学杂费的一个辅助等等 那对社区开始主要就是一些物资 关心我们社区的弱势家庭跟老人 那所以这一次也建筑了相当多的物资 借今天所有的建筑人也特别来对北海这边表达感恩 那我也拜托学校长是不是跟福伦社这边申请到我们小朋友 学习上需要的书桌还有台灯 那也非常感谢福伦社他们更加的认真的学习 那学习上也改善他们家庭的困境 这边非常谢谢福伦社 台北北海福伦社帮助水里商工已经有18年时间 今年更将捐助范围扩大到水里信义的社区与学校 长期无私的慈善行动 就连艺人林依晨也很愿意跟着丈夫与公公 一同前来付出关怀与信义 我们就是持续的在做这个 对不管是学生的奖助金的部分 还有就是捐助部落清寒家庭的一些物资 然后这次还有捐给国小一些需要 他们需要的一些书桌台灯 然后还有一些文具这个部分 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 北海福伦社社友们那个发自内心的一些捐款 然后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我们也请代表我们的西乡设计发展协会 也能够给12分的感谢 是有拿到我们老人他们有做的手工衣品 还包括我们山上的高丽菜 还有一些的能做产品这样子 艺人林依晨献身鼓励 对于校方师生是很大的惊喜 美丽的生意成为现场焦点 也看到北海福伦社员 18年来对水利湘工的无私捐助 让年轻的林依晨十分肯定 主动投入公益 接着上市起水利湘采访报道 美丽的福伦社 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